準備 這一塊就是晶片 你在你的手電話裡都找得到 你的硬盤、相機、計數機 你都可能會找得到 晶片在全球來說是值千億美金的產業 為了它,國與國之間不惜挑起戰爭 不是動刀動槍的,是科技戰 20世紀美國和蘇聯兩大死對頭 就有太空競賽,鬥快去奔月 鬥足20年,結果是怎樣大家都知道 來到了21世紀的晶片競賽 就不再鬥得遠了 這次鬥小 這塊指甲這麼大的晶片 就是你現在用來看這條片的電腦 或者是手機的大腦 而晶片裡是排了密麻麻的部件 叫電晶體 英文是Transistors 電晶體是用來運算的 你越排得越夠密 那塊晶片就越快 正因為是這樣 半導體公司每年就是消費 去研究如何把電晶體無限縮小 由以前一塊晶片 只能放幾千條電晶體 到現在 3.3 billion的晶片 我們能夠盛行11.8 billion的晶片 15.3 billion的晶片 最厲害的晶片 晶片競賽其實就是 各國的半導體公司 鬥快將自己製程最小的晶片 推出市場搶音頭淡湯的一個遊戲 這個遊戲只是針對尖端晶片 即是製程最小的 細得用辣米來計 那這個遊戲有什麼玩家 現時跑完全球的公司有兩間 一間是台灣 一間是南韓 各自已經有能力量產5納米製程的晶片 其他廠還卡住在7至10納米的時候 三星和台積電已經在設廠研發3納米晶片 完全不理你感受 所以論製程 美國依然是跑銷兩年 中國落後三四年 作為陪跑兩國 平時反而是最聲大 即是你和另一個人 已經overlap 了所有對手三四個圈 沿途還要經過見到兩個人 一個白兩金 一個魚花 他們一邊追一邊還在爭論究竟哪個帥哥 差一天長短 進入這場科技戰之前 我們必須了解半導體產業鏈 你才會明白 每間公司背後的競合關係 以及他們扮演的角色 這一方面 反而不涉及太多專門知識 即是我這一類 八卦層面的物理系白癡 或者是一些電腦發燒友 兩分鐘都可以解釋給你聽 自問已經很了解 不想讓我侮辱到你的智慧的話 這裡是有道徐衣門 讓你直達氣肉 製造一塊晶片 有三個主要步驟 設計 製造 封裝 測試 其實還有萬七個大大小小的步驟 不過你又不是想入行 八堆有個譜 你這樣很難認識朋友 究竟大多數半導體公司 都是一手包辦三個步驟 整個行業在80年代 就開始把生產鏈拆散來做 各自負責一樣 省成本得利 又可以讓公司盡情專注最灑家的飯 所以出現了無廠半導體 晶圓代工 和封測專門公司 晶圓代工是搞什麼的 他們只是負責生產 他不會設計 普遍也不會踩過界做銷售 要建這類無塵廠 又要引入最新科技 和投放大量資源研發 每一步都是消費 所以在三個步驟中 門檻最高 競爭也是最大 其中幾家最有名的晶圓代工 就是這些公司 台積電是大佬之中的大佬 全球市佔率佔超過一半 再說一次 他們只是生產 其他無謂東西 他們是不會碰的 不過生產之前 首先要先設計 設計來說 有個辦公室已經可以了 沒有廠都做到 所以他們是無廠半導體公司 以手機為例 首先設計晶片的程式 之後就跟他們起一個聽落猛料的檔 聽不明白那些是最適合的 即是晶龍855 麒麟9000 麒麟9000 麒麟3000 沒所謂的 只是拿個二頭 然後就托晶圓代工幫他們生產 就好像代母產子一樣 他幫你抬出來 封裝測試完了 你再放回你的產品 然後人們就會排通宵隊搶購 出名的無廠半導體有 高通、聯發科技、海獅、AMD這些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海獅 他們就是華為旗下的無廠半導體公司 當然也有些公司只做封裝測試 不過技術要求就沒有之前兩樣那麼嚴苛 最後 喜歡從頭到腳包攬的公司 最出位的就有三星和Intel 他們過往除了會生產自己的產品之外 也會客串有幫其他公司做晶圓代工 基於商業考慮和技術差距 這條產業鏈是遍佈全球的 好言不好聽 你手機裡面的晶片 見過的世面比你和我更多 OK 侮辱完大家智慧了 我們 終於可以進入這場科技戰了 在這場科技冷戰的其中一個主角 就是中國最大的晶圓代工中心國際 剛剛聲稱有能力量產接近7納米的晶片這個里程碑 他們的製程不是叫7納米 而是叫N加1 為什麼會改一個這麼難記的名字呢 沒有的 這是它的自由 它製造的改名字也可以 你將來生個兒子出來 你可以叫它做QB Hashtag13 沒有人可以阻止你 專家說其實論性能 N加1是8納米左右 不過為一方面解釋 姑且當它是7納米 但來到這裡 就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瓶頸位 其中最煩的就是 它們沒有這部 要濕過百億的電晶體 進去指甲這麼小的晶片上 人手根本無法處理 只可以靠極端紫外線黑下去 而出產這部極端紫外線光刻機 是世上指指一家的荷蘭公司 ASML ASML 前身是非尼普公司 三星和台式電都在用它 如果想突破7納米以下的晶片 就必須有這部過億歐羅的極端紫外線光刻機 錢不是問題 對中芯國際來說 一億歐羅這麼便宜 扔著兩部開門先 但等了兩年都未出單 不是ASML不想賺 因為美國政府做駕倆 跟荷蘭政府談好數 叫他們不要發牌 給ASML出口這部機 給中芯國際 所以未來中芯國際很大機會會卡關 卡著響7納米 升不到level 又或者玩東西過多兩年 才解封運到這部機 人家已經兩產3納米 你幻想說今年聖誕禮物 你收到一部PS3 我猜差不多感受 除了中芯的晶圓代工授了 連中芯手提電話品牌都好 台積電最大的客人 除了蘋果之後就是凱絲 之前說過凱絲是華為旗下公司 凱絲專做設計 是一間無廠半導體 華為最新的5納米麒麟晶片 就是由凱絲設計員 然後彈給台積電生產 今年本身對華為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理程碑 年中7月的時候 他們是首次打倒蘋果和三星 做了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機生產商 雖然很快又被三星超前 但叫做過一位大哥 今年他們也推出了用5納米製程的手機 全行只有他和iPhone有 但因為連中美國政府又出招了 利用外國直接產品規則 和2019年的實體清單有甚麼分別呢? 實體清單主要是針對供應部件 給華為的美國本土公司 即是我和你絕交 外國直接產品規則 是規定全宇宙的企業 含有美國技術的半導體產品 給華為之前 必須先問美國政府 即是說不單止絕交 我簡直是要杯葛你 不論你是否美資公司一律 都不可以再幫海絲製造晶片 美國第二輪制裁 在半導體生產工藝上 哪怕使用了任何一點美國技術 都不能給華為生產 7.9千芯片 可能是華為資產的 最後一代 海絲從此就不能再外判 給三星、台積電 或者其他美國晶圓代工廠製造高階晶片 因為全部都含入美國技術 而當今世上 有能力製造到最上級的晶片 又真的只得這幾間 變成海絲你懂設計都沒有用 因為沒有人跟你生產 當然華為都有嘗試 像去年那樣找孔鬧去曉過 美國政府這次大絕 嘗試妥協 算,至多不自己煮 直接叫外賣 跟第三方設計公司 買現成晶片回來 再放在自己產品上 那行了吧 美國商務部連這一部都封了 必須要趕著華為 所以今年9月中 華為各大供應商 是前仆後計 趕在美國出這招大絕前的限期 快把自己的貨尾 扔給華為 有些零件甚至是完成的 照樣再放出去 因為被扣起關鍵的機器 和珠般的出口管制 高階晶片上 他們是製造不到 外判不到 連買都買不到 美方就是設定了這樣的 試圖架給整個中國半導體 令他們斷工高階晶片 剛才說的全部都是關於製造上 其實在設計上 牽涉到這些原件 架構方面 海絲也還有其他隱憂 不過比起其他東西 就沒那麼迫切 和不是完全沒多走 那我免得弄到這條片這麼長 主張骨骯就是這樣 一天必到黑 最討厭不是必 他們是 響長安那一刻 你響一下 如果他不聽的話 你按到那麼長 他也是不聽的 有分別嗎? 中國其實一直都想哄台積電 將他們的廠 設在大陸的領土上 台積電一直抱著的態度就是 舊款的製程可以的 先進那些就免問了 好像南京那樣 就有一間台積電的16納米代工廠 雖然不是台積電的最top 但對中國當時來說已經是 其實台積電的創辦人 去年已經預言了 萬一中美局勢不穩 台積電變成一個 地緣策略家的 逼增之地 話說肥水不留別人田 但跟美國有辦法談 美國之前是哄探了台積電 投資120億 將尖端生產線搬去美國 阿里桑那州 在5納米製程晶片的晶圓代工廠 還會做研發 台積電也打算在台灣 培訓過百個美國工程師 去接手這些未來的新廠 能達到技術轉移 不過當然了 過兩年的廠落成之後 估計5納米都未必是最尖端的了 OK 先說到這裏 其實剛才這條影片 蓋上的只是比較大的新聞 還有很多小的報道 小的公司在裏面 我放不下小的影片 有些外國人士 可能會聽到 你為什麼說到國產半導體業 好像很弱雞 只是捱打 而也有可能另一批人 會想 你為什麼說到美國 政府好像很霸道 其實整條影片 我都沒有加自己的意見 接收資訊上 無論你的主觀願望 你支持哪一隊都好 都不應該凌駕於事實 發生了就是發生了 國產半導體業 現在面對的 不單止是瓶頸 那麼簡單 對家是想幫你吸收瓶蓋 例如美芳 早幾個星期 又加了中芯國際 進去他另外一個黑名單 這些我都加不進去我的影片 因為這些發展得太快 那會不會令到 中國半導體業 只可以在中低端的晶片下競爭呢 我就留給專家 我未夠資格去辦給意見 嘩 越來越暗了 快點拍完 其實晶片競賽 只不過是科技戰的其中一環 還有量子電腦 人工智能 石墨熙 基本上你想到的東西 其實暗地裡 他們都是鬥一餐 希望這個圖解令到你了解多了 或者有些新想法 因為我始終有一個外行 我不算跟得很貼 如果有專家認為有更重要的insight 歡迎在留言區討論 我相信不止我一個有興趣八卦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系列 記得subscribe再按我們的鈴鈴 再follow我Facebook和Instagram 那你就可以參與下一次影片題目的投票 大家如果喜歡這個系列 我相信你都會對我另外一個channel有興趣 下集見 請按讚 請請開玩